北海岸关怀弱势协会在过年前针对北海岸地区中低收入的弱势民众 集合各机关团体资源在过年之前发送给弱势民众 而秉持着爱无等差的精神过年后也持续为弱势民众募集物资 在春节假期过后今天也在万里区的商业大楼五楼进行物资的发放 希望持续来延续关怀的精神 因为上礼拜五我们慈善的机构突然间通知 那我们就是北海岸弱势关怀协会还有我们廖正良议员服务处就是协助 把这个场地还有一些前置的动作都把它整理好 然后就是联系上都已经由志工联系 那就是关怀这些弱势还有独机还有一些单亲的家庭这样 那这样子的整个团体呢是感谢廖正良议员协助来我们万里区 来对弱势的一些团体来做那个来做发放 那当然了寒冬送暖这个是令人都是觉得蛮温馨的 那今天的对象呢以往我们都是以独居 那低收的部分为主 那这一次弱势关怀的部分呢 我们会针对一些比较属于他当亲的啊 或一些特别需求那在这些名单之外的一些特殊建议的家庭 那或是老人家 今天一早的关怀送暖活动募集的物资一字拍开 全都是名声必需品 彩米油盐而万里区长也到场主持物资的发放 现场也一一向乡亲们关心温暖 并且表达对于这些团体无私奉献的感谢 我想这部分呢在不同的区域呢 有看到这些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平常的一些生活需求是最必备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物资是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主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米是非常多的 盐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的那个卫生 只是相关的一个必备的物资 能够在这样子的冬天的部分呢 雪中盛炭 那我想每一个我们今天来的一些乡亲 一定是内心是温温暖暖的 我期待这样子的部分能够一年到头 能够募集更多善心人士 共同来做这个善行一己 管理区长表示 今天捐赠的物资都是以民生必需品为助 加上这一次公所提供的名单 由于前一次是发放给中低收入等弱势民众 而这一次希望将物资发送到较为特殊的弱势关怀加户 以爱无等差的方式 让关怀可以更广泛的送到民众手中 在寒冬中温暖每一位若是江湖的心 记者 廖平函 万里 蔡峰报导